成功的秘诀 茨维格 翻译 王嘉玉 25岁的时候 我在巴黎一面研究 一面写作 那是我发表的文学作品 已有不少人加以赞美 其中有些我自己也很喜欢 但在我的内心深处 总觉得还可使其更加完美一些 虽则自己不能肯定 短处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时期 一位艺术大师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 这教训初看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小小规规而已 事实上 却是我一生写作生活的转折点 有一晚 我在比利时的名作家梵拉艾朗先生家里 同作是一位年长的画家 他对于晚近雕塑艺术的退步极表感叹 我那时年少气盛 对于他的意见竭力反对 我说 以巴黎而论 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位雕塑家 足以与米开朗基罗聘美吗 难道罗丹先生雕塑的潘瑟厄像 巴尔扎克像 不能跟大理石的奈久力同传不朽吗 我的博便说完之后 凡拉艾朗欣然地拍拍我的肩头 我明天要去拜访罗丹先生 他说 跟我同去 像你这样的钦佩他就有权利跟他会会面 我满心地高兴 但第二天 凡拉艾朗把我介绍给那位雕塑大师之后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们两位老朋友谈天说地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不必要的旁听者 然而 那位大艺术家是十分和善的 当我们告别的时候 罗丹转过脸来对我说道 我想 你或许要看看我的雕刻作品 可惜都不在这里 但请你星期日到我眉登的乡下住宅来 我们并且可以一同用便饭 在罗丹普苏的乡下住宅里 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吃了一餐家敞饭 他思想而柔和地看着我 坦率的深情 立刻使我忘记了局促 他的雕刻室也很简单 装着高大的窗子 里面有已经完成的造像 更有许许多多石膏造像 作为初步试验的模型 一只胳膊 一只手 有时甚至只是一只指头 或一个小小的关节 桌上堆满着种种素描的图形 这些都显示出他的主人一生在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工作 罗丹套上一件白布外衣 立刻变成一个工人的样子 他在一个雕刻架子前立定了 这是我最近的作品 他一面揭去盖在上面的湿布 就露出一个女性的半身向来 那是用泥土所塑的 我觉得这已是完工的了 这身体魁梧 肩膀宽阔 一脸灰白胡子的老头 往后退了一步 侧着头细加端详 是的 我想没有什么毛病了 但审视了一会儿之后 忽悠南南自语道 只有那肩膀上面 线条仍旧嫌太硬 对不起 他就捡起一柄塑像用的木质小刀来 小刀在柔软的泥土上轻轻拂过 使塑像的肌肉发生一种更细腻的光泽 老头子的手指变得轻巧而活泼 眼睛里放着光芒 还有这里 这里 他又修改了别的几处地方 再推后一步 细细观察 然后又把架子转过来 喉咙里喃喃地发出奇怪的声音 有时他欣然微笑 有时他眉头紧皱 有时捏了一点泥 加到象身上去 又轻轻抓掉一些 如此继续了半小时 一小时 他从没有对我说一句话 除了创造他理想中的塑像之外 他什么都忘记了 似乎天地间只有这工作的存在 好像上帝着手创造世界的第一天那样 后来他大功告成似的松了一口气 丢下小刀 把刚才的那块诗布给塑像盖上 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宛如一个男人给他情侣披上披肩 然后转背向外 仍旧恢复了初见时那魁梧的老人 还没有走到门口 忽然发现了我 他一惊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了我 刚才的诗里 显然使他非常过意不去 对不起先生 我简直把你忘记了 但是 我十分感激地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或许他也感觉到了我的情绪 所以微微笑着 举起膀子围住了我的肩头 两个人一同走出那房间去 这一天的收获 比我在学校里多年的用功还有益处 从此以后我知道 一切人类的工作 如于完善而有价值 应当是如何做法的 一个人可以如此完全忘记了时间 空间 与整个的世界 这个认识 使我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感动 这一小时 使我把握住了一切艺术 一切事业成功的奥秘 聚精会神 集中着所有的力量 以完成不论大小的一件工作 把我们容易分散 容易旁骛的意志 灌注在小小的一点 我觉悟到 遗忘一切其他事物 而集中意志以求完美的热忱 就是我过去所缺乏的 除了工作 好像自己都不存在 这是成功的秘诀 我现在知道舍死以外 别无神妙的方法了 之后 去所缺乱的方法 und